公所特別準備豬腳麵線跟紅蛋禮盒 來到鎮內百歲人瑞的家中探視觀星 並送上八千萬的禮金 而這些長輩也展現可愛的一面 有人說要用禮金來請客 有的看到紅蛋想要品嘗 讓大家也見證他們健康的身心 而這也是子女們最大的期望 我代表公所來幫你送豬腳麵線還有紅蛋 紅蛋禮盒 紅蛋禮盒 你這三項要哪一項先吃 這個好嗎 你批一下 批一下紅蛋給你吃 好嗎 加一口就不要加 這才可以再三口 再吃一口好嗎 好 來 好吃我們再加一口來 好 好 真好 平常都好好的 很清楚 很清楚 我比誰還清楚 OK 我還不是說那時候是要航圓的 你看 你看 它很清楚 拿來請客人好嗎 有 好喔 要請什麼 請客人 請客人來吃好嗎 有啦 好喔 你怕會開心嗎 有啊 有 打罵教育 都用打罵 都用打罵 這樣好嗎 不錯 最今晚不會變派 這樣喔 是是 對媽媽有說什麼心願嗎 沒有什麼心願 現在就是說這樣 怕要再一年就好了 公所表示 在政長朝前順的帶領下 開源節流財政健全 所以將重陽禮金的資格放寬到65歲以上的證明 來落實更多社會福利 那政長他就任以後對於怎樣去廣闢財源 增加我們政府的收入這個部分 他非常非常的用心 我們整個團隊 我們整個團隊在他的帶領之下 也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所以說我們連著三年 得到了所有的一個 全縣財政機優考核的第一名 那政長希望把這一份 得來福利的這一些榮耀 跟這一些成果 來分享給我們 投層政內各界的人士 尤其對於老人家跟 我們幼兒的部分 我們福利的支出 占了最大的一個部分 祝好阿嬤 萬一天空吃霸禮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玲 採訪報導